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周末到了电影 我们还有明天 这是由意大利影后 保拉·寇提利斯自己指导 她把自己祖母的故事 搬上大一幕 同时也挑大量演出 倒出了1946年的 意大利男尊女卑的现象 祖母遭受家暴的阴影 以及当时女权被贬低的无奈 都透过黑白片演了出来 她在意大利获得热烈回响 创下的票房成绩 高达新台币10亿元 打开窗户没有美丽风景 也没有新鲜空气 1946年的意大利 才刚经历二次世界大战 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每天清晨起床 准备好孩子和丈夫的早餐后 就是一连串的忙忙忙 出门后直接奔进一户有钱人家 帮长辈打营养针 就可以赚些零用钱 接下来继续赶场 她来到服装店 帮店里的客人缝补衣服 收入不多 但也不小补 今天打工行程还没结束 赶到了鱼散店 18万5亿样样精通的她 竟然得帮老板教学徒 拿起来的盒子 然后放这边 然后放这边 然后放一边 一边一边 看这样 容易容易 你懂得懂我当时说吗? 那谁是盒子盒子盒子盒? 好,太好了 我正在这边学习 如果我早就认识了 我还不得了四十块钱 怎么四十块钱? 你能知道为什么 这个第一天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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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这些男人 男尊女卑的世界 是当时意大利社会的写照 电影《我们还有明天》 由意大利影后 宝拉·寇提利斯首次指导 同时挑大梁演出女主角 家庭主妇迪丽娅 这个为生活打拼的女子 真有其人 就是寇提利斯的祖母 将家人曾经历过的故事 搬上大萤幕 其中包括祖母 遭到家暴的阴影 连起床时间比丈夫晚 都会被想巴掌 迪丽娅每天的噩梦 不止这一桩 还有常年卧床 难搞的公公要伺候 做媳妇的有苦 只能往肚里吞 当公公难得数落家暴她的丈夫 没想到却长出 更惊人的一套理论 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生活 迪丽娅布什奥会 年轻时没有选择 嫁给亲美竹马 两人经常见面 对方也不讳言 至今仍然爱着她 每次见面都无法掩饰 内心的激动 这一天迪丽娅 拿出珍藏的巧克力 两人分享品尝 就像曾经拥有的爱情 一样甜蜜 电影《我们还有明天》 虽然是黑白片 但亦是幽默风格 让人笑中带泪 带出家暴妇女的哀愁 还有身在封闭年代 女性的无奈 一封神秘信件的到来 让她的生命就此出现转变 她要如何在孩子 不受伤害的情况下 让自己的权益抬头呢 我们还有明天 以小人物为主轴 让人惊叹一名女性 努力让自己地位提升的故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